杨子像是有玄学一样,跟谁合作,都有那个克CP的氛围感,只要同框,就有莫名的CP感,哪怕张艺兴和杨子没有合作,只是在一次春晚,一个戳戳对方的举动,就让许多人克了好久,两人都亲自辟谣,没有在一起,谁知道,上节目后,两人终于有一个合作的项目,两人的一些举动,更是被网友剪辑, 即使两人没有在一起,更是刻得飞起,还不如一起上节目,不过双方粉丝都知道,两人不可能在一起,两人都知道轻重,都是流量,若是两人在一起了,对双方的事业都有影响,而且两人事业心都很强,所以,更是不可能在一起,所以,这次杨子在接受采访的时候,被问到听到最离谱的八卦,杨子说是跟张艺兴谈恋爱,看得出来,两人都熟知轻重, 这个时间段是不可能在一起谈的,就算谈,也不会跟流量在一起,粉丝不可控吧,更有人提出,听到最八卦的瓜,是张艺兴谈恋爱,是不是没有否认跟肖战啊? 最近杨子和肖战的巨鱼声,请多指教虽然结局了,但是,两人饰演的顾卫和林之笑,给观众的CP感太甜了,有好多人都在问,两人是不是在一起了? 会不会二大的消息特别多?杨子这次只是否认了跟张艺兴的恋爱,没有说跟肖战啊,是不是? 是,这么说吧,鼎流都知道事业的重要性,你看看哪有大流量谈恋爱的,虽然陆寒是第一个公开的,但是,自从他宣布恋爱之后,也算是给流量今后宣布恋爱,一个警惕,所以大流量不会恋爱,只要小胡嘎,不在乎,胡也是保护色吧? 所以,他们都以事业为重,那么为什么没有否认跟肖战呢?大概率是只是观众自海而已,没有大范围,影响到肖战和杨子,所以,杨子没有否认,还有一个是,两人的巨刚结束,应该不会立刻结绑的